来看到移工大游行 今天下午登场 超过百名在台移工走上街头 要求政府承担跨国聘雇的责任 废除私人仲介制度 台湾移工联盟指出 政府开放移工超过三十年 目前总数逼近七十万人 但移工在来台转换雇主的时候 常常被仲介收取高额的费用 批评劳动部失能放任许久 对此劳动部回应了 将持续强化移工职聘的机制 强化管理仲介 弹水鼓声用力踩踏出发 两年一度的移工大游行十号登场 超过百名在台移工走上街头 从劳动部职聘中心出发 高声喊出诉求 要求政府承担跨国聘雇的责任 废除私人仲介制度 目前的职聘中心 其实他只能协助国内职聘 他对于所谓的跨国 其实是没有办法做的 所以他其实并没有办法解决 私人仲介职务垄断的完全的问题 最终执聘中心 他只剩下一个功能 就是代收劳发属文件 主办单位台湾移工联盟指出 政府开放移工来台超过三十年 目前总数逼近七十五万人 弥补台湾劳动力缺口 但移工入台已支付高额仲介费 在转换雇主时 仍常被仲介业者非法收取高额买工费 批评劳动部失能放任多时 在台湾工作八年的菲律宾与印尼移工 都说曾遭到不孝重解剥削 游心队伍浩荡荡荡 步行三点五公里后 最终抵达劳动部前 集结抗议 雇主可从来源国 直接办理专案选工 至国外引进制造业移工 截至今年十一月底子 以财阀九家超收买工费的仲介公司 未来将筛选高风险的仲介公司 列为优先查查对象 对民团呼吁劳动部回应 将持续强化移工職聘机制 并加强管理机查仲介 完善移工在台工作生活的服务 以回应外界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